花蓮縣吉安鄉南濱路一段和華中路口發生了一起 一影車和重機對撞事故 機車騎士頭部遭重創,明顯死亡,沒有送醫 而警方抵達現場後也發現死者並沒有被一影車給碾壓 詳細的車禍原因,吉安警分局還在調查 據了解案發時,沙石車與李信男子雙方為同方向的車輛 其中沙石車與南濱路準備右轉進入華中路時 擦撞上李南,李信男子當場被撞飛 因撞擊力道猛烈,安全帽也因此脫落 李信男子頭部受到重創 我們到達現場發現是重機騎士和沙石車發生車火 那現場患者的傷勢為頭部重創 那老僵屍衣啊,現場就明顯死亡 我們就沒有做後續送醫的動作 李信男子頭顱重創 警銷人員獲報趕底現場時,發現李信男子明顯死亡 經警方初步調查,沙石車表示 當時行駛在慢車道正準備轉彎時 李信男子騎得很快也因此反應不及直接撞上 至於詳細事發經過,有待警方調查釐清 記者林杰,吉安香,採訪報導